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PrintLiveStudio APP版本 它本身也是类似像我们OBS虚拟摄影棚一样 但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手机APP 所以使用上相对又更简单更方便 你可以马上来应用 你进入到它的官方网站之后呢 就可以选择你是要下载Google Play 还是要到App Store上面 它都有相对应的APP程式 当然它本身也有电脑版的 所以看你的需求 不过目前电脑版只有英文的版本 在APP的部分则有中文界面 所以您可以不用担心使用上会看不懂 在PrintLiveStudio里面 它有内建非常多的这些图库 还有一些效果 比如我想要拍拍手 这样就有拍拍手的效果 我想要有边框 我们就可以像这样把它加入进来 那当然如果你想戴口罩 就可以像这样加进来 那它从下面这边呢 你就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效果 这些都是它内建的 那么你使用过了之后呢 它会把它放在最左手边 我的最爱里面 那如果这过程里面你有发现 有些我不是那么喜欢 你可以按下这样编辑把它删掉 最后按完成 那下次呢我们要使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 直接把它加入进来 就不需要重新再进来 所以使用上真的还蛮方便的哦 此外呢你可以把我们常见的 需要用到的这些图片 文字网页甚至影片 你都可以整理到现在你所看到的 这个叫做MyStudio里面 那么我需要使用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直接拿出来 例如呢我想介绍 书伦老师的Pintest 我就可以从这边把它加入进来 那它就会自动 把我们的网页载入 那当然你点到它 我们可以在这边直接去移动它 也可以呢把它做放大缩小 不过呢它有个缺点就是 你不能够操作网页就对了 那如果你不需要它呢 再点它一下 就可以把它关闭 另外呢如果我们在录影的过程 我需要产生一个QR Code 我就可以把我的QR Code 直接摆在我的萤幕上 那像我们的文字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呢 如果你想增加自己的 我也可以像这样增加进来 那它本身呢有蛮多的 这个样式让你去做选择 有社群的 有这样子标题的 有元素的 所以你都可以自由选择使用它 那这样加入之后呢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 把你常用的这些内容放进来 那甚至呢如果你有需要影片 你可以从这边把你的影片音乐 就直接把它加进来 那如果你需要不间断的 就可以用Playlist 一次增加多个影片或音乐 来做播放 甚至你也可以透过萤幕录影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把你手机上的画面 录影下来变成一段影片 再把它加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画面里面来 所以这个是它在使用上相当方便的地方 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也有即时的蓝绿幕具备 就像你现在看到我的这个背景一样 其实呢我本身现在后面是一个绿幕 那你可以从左上角这里找到Chroma Key 各位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使用绿幕的方式 那我先把它关闭 这样你就看到我原始的这个场景的内容 那我现在把它打开之后 我可以直接点选这个 去指定后面绿幕或蓝幕的颜色 那当然如果你要做敏感度的调整 我们可以从右手边这两个数字 相似度跟它的敏感度 你可以透过这两个数字来调整 那背景的部分呢 除了你可以去选择自己的以外 它本身官方也有提供不少不一样的这些场景 你都可以来这边自己做选择 所以在使用这一个Prime Live Studio App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不太需要准备太多的东西 你就可以轻松达到很好的效果 这是它一个很大的优点 此外呢我们在Prime Live Studio里面呢 你可以做拍照也可以做录影 甚至呢我们当然可以做直播 而且这个直播不只局限在一个平台 你可以同时串流到多个平台上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按下去 那我们在下面这边 你可以选择你的是要属于公开还是非公开 还是私人的 不过这边稍微留意一下 它在中文的翻译上 非公开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私人的 未登录反而是我们在YouTube上看到的 所谓的非公开 这个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有需要其他的频道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点选之后 你把这里增加其他你想要的 这个串流平台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多串流播放的开关把它打开 这样你就可以同时同步到多个平台上 完全不需要使用其他的外挂层 这边就这样也能发现 对 我们来讲 哇 我们来讲